有些大陆网友说 大概意思是台独势力 没有被中国台湾人买单 更多老百姓选择中国国民党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过去的党派 国民党不反中 间接证明大多数台湾人 还是亲大陆爱祖国的 你也太自信了 我们来分析他前面说 大概意思是台独势力 什么是台独势力 连台独的独都不敢打出来 你好意思做公民 连言论自由都没有 还要自我审查 连台独都不敢打 就算是台独 也不是说你 你自己没有台独你在怕什么 还台低势力 台独势力没有被中国台湾人买单 更多老百姓选择中国国民党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过去的党派 国民党不反中 间接证明大多数台湾人 还是亲大陆的爱祖国的 真的 我很羡慕这种网友 一直是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 很开心 很快乐 很自足 挺好的 台湾人都是爱祖国的 是吗 还是我活在我自己的脑海中 还是你活在自己的脑海中 我真不知道台湾人居然是亲大陆的爱祖国的 你想的真美 下一则留言 听说咱们国民党选举胜利了 牛逼啊 小TD们估计气得娃娃叫了 哈哈哈哈 你看又是一个自我严格 担心怕事的人 连台独不敢打 他甚至连台湾的台都不敢打 他打成了TD 台独打成了TD 我去 说听说咱们国民党选举顺利了 牛逼 天哪 你这话你也好意思讲得出来 咱们国民党 你是台湾人吗 你还真的自以为是 把国民党当成叫咱们的国民党选举顺利了 你他妈选过局吗 你选过局吗 你也懂选举 你还知道有选举这个东西 还说牛逼选举胜利了 你连选票都没有 就在这里叽叽歪歪 就用汪小飞那句话说 你就别在这里逼逼了 你逼啥 手上一张选票都没有 还在这逼逼选举 我去 咱们国民党 下一则留言 台湾选举好好笑 自己玩 自己高潮 搞得像真的一样 你祖国爸爸认可了吗 好好笑 我真不知道是谁好好笑 台湾选举好好笑 自己玩 自己高潮 不好意思 台湾选举如果不是自己玩 还带你玩 还跟日本一起玩吗 跟美国一起玩吗 带你一起玩吗 你可怜自己没有选票 还嫉妒别人不带你一起玩 你是内心有点自卑吧 还是说想台湾带你一起玩 人家又不是跟你又不是一个国家 凭什么要带你一起玩 人家就要自己玩了 你这话说的还蛮妙的 台湾选举好好笑 自己玩自己高潮 搞得像真的一样 对啊 台湾选举就是真的 它不是假选票 它没有暗箱操作 你不要去质疑 这位小逢其实挺好的 一开始说了 台湾选举是自己玩 那不间接证明台湾是自己不一样 跟我们是独立的吗 所以他们是自己玩的 对不对 很好 第二点是他就是搞得像真的一样 那不就是真的吗 你这个就是这样间接证明 台湾的选举是真选举 不是像中国某个特区一样 搞假选举 那有意义吗 全是指派的 对不对 所以你说的挺有道理的 对 首先台湾是自己玩 没错 不带你玩 另外台湾选举是真的 最后你来一句 你祖国爸爸认可了吗 这么多年来需要你认可吗 没有你认可 你敢打吗 你也不敢打 人家台湾天天自己玩 你在这里说你爸爸认可了吗 这么多年你认可啥了 你啥也没认可 搞得好像你不认可就不能干嘛了 是 我去 下则留言 民进党的脸被打肿了 活该 去中国化 背离祖国和民族的政党 终究被中国人用选票给T2局 我去 他最后一句说 终究被中国人用选票给T2局 你他妈中国人有选票吗 你就在这里 一赢台湾人是中国人 中国人用选票 把民进党给T2局了 这些小粉红可真够自信的 你平常的时候把台湾说的一文不止一文不适 并且讽刺台湾的民主跟选举 现在你又开始来来来 正面的歌颂 说台湾 终究被中国人用选票给T2局 你不也是想侧面的说选举是好的吗 不好的政党可以被用选举把它提出局吗 对不对 前面他说 民进党的脸被打肿了 活该去中国化 背离祖国和民族的政党 台湾民主进步党 他一直没有背离祖国 他的祖国 他就是台湾本土意识 他跟你的祖国的概念不一样 他有他的国家 他的国家 他的土地 他的人民就是台湾了 他就是台湾本土意识 OK 你想的太美了 又在那做白志梦 觉得台湾的不管什么政党 祖国都永远是中国大陆 那不是蠢蛋吗 还终究被中国人用选票提出局 再过一百年 我都不见得你们会有选票 也不要在这里意淫 台湾人是中国人的概念 所以说 台湾人把选票 让民进党出局了 你在这里意淫说 中国人 我知道你是想说中国台湾人 但是你在意淫的同时 你想想你自己嘛 手上连一张选票的都没有 都没有 然后在这里 没有选票的 在那边嘲笑有选票的 台湾选举就是闹剧 一个省份 没有中国中央的许可 自己搞个假选举 糊弄谁 真的要选举 让全中国14亿人 共同选举台湾领导人 让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中国台湾的未来 我去 又是一个没有选票 在那里意淫选票 想要选票的一个人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怎么说 他说 真的要选举 让全中国14亿人 共同选举台湾领导人 过去 你首先你自己在大陆 你都没选票 你还好意思说 让全中国14亿人 共同选举台湾的领导人 你当你是谁 让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中国台湾的未来 你应该把台湾给删掉 你应该说 让中国人自己来决定 中国的未来 你这句话你说过吗 你这句话都没说过来 你凭什么说 要决定台湾的未来 你自己中国的未来 你都不敢决定 你在这里说 让我们中国14亿人 要用选票来决定台湾的未来 我的天 你真的是一想天开 在中国人民日报 专门还发表了一个 说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职务的新闻 内容说 据新华社 蔡英文26日晚间宣布 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 已是对该党在台湾地区 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 很多大陆的网民 真的是没有智商 不知道发生什么 也读不懂这样的一则新闻 纷纷在下面说 发生了什么状况 台湾就快要统一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经过这么多年对岸的洗脑教育 他们脑子里除了统一之外 没有其他的概念 民进党 党主席能代表什么 他只是一个党派的主席 不是说他辞去了总统的职务 人家辞去了党主席 跟你你们的想要统一有什么概念吗 民进党蔡英文主动辞职了 就要跟你们统一了 没有任何关联了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些留言 全部是祖国统一快了吗 祖国要统一了等等等等的这种留言 让我看了真的是相当的傻眼 当然今天有些小逢也是觉醒的 因为我们昨天看到新疆发生了这样的大的事情 还是会有一些人慢慢的觉醒 我们今年也看到了上海 北京 南京 广东 等等各地的一些高校的 小粉红 高校的 往往一个国家的思想都是集中在教育的地方 高等学校 那我们看到了像名单上的有很多的学校 包括清华北大 都加入了反抗的这个行列 同时昨天发生了一件大事件 就在上海 上海的有一个路叫乌鲁木齐中路 那也是为了悼念乌鲁木齐的那场大火死去了 很多的中国同胞 包括维吾尔族的同胞 在这场大火中死去 那上海市民为了悼念 就来到这一条名字叫乌鲁木齐中路的这条路上去悼念 并且在那里写贺卡 线花 蜡烛 水果 包括一些人表达无声的抗议 因为现在他们不敢写标语了 他们就举着白纸 我们一看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举着一张张的白纸 其实就是表达出无声的抗议 因为他们不能说出任何的声音 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那我闭嘴了 那我用白纸也不行嘛 但是后面也还是不行 这些人通通都被抓捕了 那后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看到的是 后面这个发型 后面这个事态 后面的这个事态发展严重 是因为这些学生喊出了打倒共产党 习近平下台 这样的口号 据说是上面就是非常的震怒 周边的武装力量全部掉过来 就是强制的抓捕这些人 而且要近一个小时之内 把这所有人都抓捕 听说抓了警车两辆 所有的大学生都是被拖行的带上了警车带走 包括这些大学生也试图去拦 但是警方是强行的要开车带走这些人 所以现场是相当的惨烈 同时喜欢这支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帮我在留言区 和大家分享你的意见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赞助频道 谢谢拜拜